好那么 胶凝材料讲完了 我们在混凝土这儿讲了集料了 讲了胶凝材料了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提到的外加鸡 刚刚提到外加鸡 现在呀我们是参加的是用的频次越来越高 因为刚刚提到说这个呀量少效果好 对吧改善混凝土的某些性能 所以咱们要用 那么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分类改善什么样子的 我们用不同的呀外加鸡有很多呀 再有就是它到底是改善的是哪些能 对吧我们来看啊 说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外加鸡的分类 外加鸡的分类呢我们有这些啊 改善性能改善什么呀 改善混凝土的流动性能的流动性 我们用什么来表示 什么贪落度对不对 贪落度啊那学校说 老师啊我记得这可以写成合异性吗 可以你的流动性改善了 流动性改善了流动性属不属于混凝土的合异性 属不属于混凝土的合异性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榴莲包嘛上节课刚送给你们了对不对榴莲包嘛是不是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它在这呢我们也是咱们的减水剂引气剂和泵送剂 到底是怎么改善我们在后边还会跟大家去说 首先咱们在这一块要进行一个归类就可以了 对吧流动性 所以我们学校早就把我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呀 送气水送 蹦送气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是此气水 送气水 虽然这个大冬天的啊 给大家送气水有点冷 但是呢我们在提到流动性的时候 仍然是提到的是送气水啊 后边告诉大家为什么改善 这个要注意啊 好咱们这个啊 送气水就是改善了它的流动性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 就是调节混凝土的凝结时间 硬化性能的时候 凝结时间硬化性能 对吧 那么我们主要用到的是什么 缓凝结 你慢点 造强剂 你快点 还有就是咱们一个综合的叫 蹦送剂 对吧 所以在对这一块的时候 跟时间相关的 要么你就晚了 要么你就早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提到的是 缓和早 对吧 再有就是我们一个综合的叫蹦送剂 那么这个蹦送剂 是比较综合性的一种外加剂 所以它在这有两种啊 时间同时应用到的呢 就是这个蹦送剂 要注意一下就OK了 核心我们在这区分 对吧 那么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的 就是咱们提到的 抗肾啊 抗冬啊 抗腐蚀啊 等等 是吧 我们有谁呀 隐气剂 防水剂 还有什么呀 阻锈剂 那么还记得隐气剂吗 我们在课前就跟大家说了 提高混凝土的抗肾性能 我们掺的这个外加剂叫什么 掺的外加剂叫什么 叫咱们的隐气剂啊 对不对 隐气小气泡去充电它的孔隙 所以还有什么呀 防水剂 对吧 再有呢就是祖秀剂仿秀石的吗 哎 这些呢 咱们提到的 好 那么我们刚才学校说 老师防足隐 对 我们学校对 老师记不住 记不住 记不住 告诉你啊 防足隐 你见过防足明吗 见过吧 但是你见防足明的时候 见个明星的时候 你想想啊 他改善的是耐久性 刚才我提到了 我已经从核心的点告诉你 为什么了 但是你也要去注意 他的一个核心点 叫防 足 引 防足明的 另外一个别称 对吧 哎 这个要大家再次注意啊 防足明他弟啊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好吗 啊 进行我们前三个 是在咱们的选择体里边 需要存 对吧 那么后边呢 就是其他性能的 什么隐气膨胀 防冻和着色 哎 这个了解一下 就OK 我们终点掌握的前三个 对啊 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分类 再次强调会以选择体出现 所以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归类 是你的必要 好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怎么从核心的点 也就是 尖水地 你怎么改善我的流动性 早强 缓凝 你怎么调节我的凝结时间 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也就是 工程中常用的外加机 那么主要给大家介绍哪些呢 就咱们前面提到的啊 减水剂 引气剂 这两个改善的什么 流动性 还是什么性 送汽水吧 对不对 好 引气减水剂 引气剂 对吧 还有呢 咱们的早强 缓凝 属于什么 时间的 那么还给大家介绍 这个速凝 其实也是时间的 对不对 什么防冻和膨胀呢 就是其他性能的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的点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 有问题吗 看大家聊得还挺嗨 好 组组组织啊 组织啊组织啊 组织主要跟大家去介绍这几种常见的外加机的性能 好吧 好 那么了解这个外加机呢 首先我们要从定义和它的应用啊或者是效果呀进行区分啊 所以我们也是帮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 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课本上就是这样跟大家说的啊 呃 上面一个减水剂下面一大段话 上面一个速凝剂下面一大段话 但是呢 我将它进行一个归类 我们从认知上有一个逻辑性的在里边 好吧 这就是咱们的减水剂 看减水剂的定义是什么啊 说减水剂是在混凝土滩落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能够显著减少混凝土半合水量的外加机 啊 这个要注意啊 它是什么呀 是滩落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也就是我们的流动性啊 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我显著能减少这个半合水量的一个外加机 也就是说我的滩落度啊 本来我以前是多少 80 对吧 我80啊 我大概举一下啊 我要用100 100的 对吧 但是呢 我掺了这个减水剂啊 我还想到80 那么我可能90 我就能达到80的 这个点 对吧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们要再次注意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减水剂 好 那么我们来看减水剂 它的具体效果是什么 好 在我们16年的案例题就考了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不同的定量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首先来第一个啊 说在用水量及水胶比不变时 混凝土的滩落度可增大 且不影响混凝土的强度增加流动性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呀 改善 改善混凝土的流动性 第一个效果就是了 虽然它的定义是那样子的 它落度不变的情况下 我可以减少它的半合量 那如果其他不变 我带来的效果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用水量和水胶比不变 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说 我的水胶比是水比上胶凝材料吗 你这个用水量不变 那我的胶凝材料变不变 胶凝材料也是不变的吧 对吧 所以它的强度是不影响的吧 这个点是OK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啊 说碳落度增大 肯定是流动性比较强啊 为什么呀 就是这样啊 你本来刚才说啊 说你本来是80 80毫米 碳落的80毫米 你应该呀 用100的水 你90的水 就能达到效果了 可是啊 我这个用水量不变 那么相当于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 多出了10升的水 是不是相当于 因为我的用水量不变呢 所以它就是相当于 多出来了10升的水 所以它的流动性就增大了 能盖得到吗 相当啊 这个要注意 这是相当于是间接的 并不是直接减少的 因为它是用水量不变的 相当于明白了吗 有问题是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了啊 第一个点 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说在保持流动性 及水泥用量不变的情况下啊 流动性不变 它都不变 水泥用量也不变 可以减少的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咱们的 直接的减少的 就是半合水量 可以减少10%到15% 从而降低了水胶比 你是水比水泥 水泥不变 胶正材料不变 你水减少了 你当然是水胶比就降低了 对吧 但是呢 从而这个混凝土相当于比例变了 就相当于水泥不变 但是水胶比降低了 它的强度就增高了呗 所以在这一块 强度增高呢 15%到20% 特别是早期强度提高 更为明显 那所以 我们的第二个就是直接呗 直接减水 直接减水 降低水胶比 增加强度 好 那么第二个 没有问题 来看第三种情况 说在保持流动性 及水胶比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减少混凝土半合水量的同时 相应的减少了水泥 在保持它强度不变的时候 可以节约水泥10%到15% 这也是 节约水泥10%到15% 减少半合水 也是10%到15% 这个为什么呀 我们一定要啊 这个呢 其实也是间接的一个量化的量化的点 一二三都是要进行量化的 因为我们除了定量的分析 我们有定性分析啊 所以一二三都是在定量的分析 这是什么意思啊 水比上浇凝材料 它们的比值不变 听好啊 比值不变 水减少了 那么浇凝材料应该怎么办呢 水减少了 浇凝材料也要去减少 才能保持它的比值不变 对吧 所以间接的去节约了相应的水泥 这个点能明白吗 原理定量的分析 无论直接的还是我们间接的定量分析 能get到了吗 能可以吗 可以对吧 那么这个可以了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其实比较简单 以前跟大家说到的 说两增两减 其实它这个定量分析这最后的体现就是两增两减 增加的是什么 增加的是流动性 哦 这个我说的两段讲解就是和 就是总的起来啊 你肯定说流动性不变 我能说流动性增加吗 不是 就是不管是谁变谁不变的时候 它如果让你去判断增的话 流动性 让你判断流动性的话 减水剂的加入 它肯定是流动性 要去增大的 对吧 还有什么呀 强度 是增大的 那么减是减少的谁呀 还有间接的减少的水泥 减少 减少 也就是说呀 当定值出现 让你去分析流动性和强度的时候 它肯定都是增加的 当定值的出现 让你分析水泥和水的时候 它肯定都是减少的 通过咱们相应的一个原理的分一个点 那么我们得出来简单的结论 就是这样子的 明白了吗 明白我继续了啊 定量的分析分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定性 定性的分析 如何去分析呢 它就是什么呀 能改善混凝土的孔系结构 使混凝土的密实度提高水少了吗 是不是 再有呢 透水率可降低 从而改善他乡的一个耐久性 这个呢 就是改善耐久性 第五个呢 就是减少混凝土的密水和离析现象 又是密水和离析 对吧 延缓它的一个半合物的凝结时间 减慢它的水泥的水化热的放热速度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四五 它属于一个定性的分析 从耐久性 以及混凝土常见的两种坏现象 不良的现象 入手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减水计 好 那么我们的减水计讲完了 看完减水 我们继续往下看早强 那么早强计是什么呀 这就是咱们早强计 它就是从时间吧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加速混凝土早期强度发展的外甲计 对吧 那么它的效果就是什么呀 就是促进水泥的水化和硬化 就是水泥的水化就是和水反应 进行硬化的一个结果 对吧 水化和硬化的过程 加快施工进度 提高模板的周转率啊 特别适用于冬期施工或者是紧急强线 那么前面咱们提到的快凝快硬以及高率 对吧 这些就是它突出的点 所以对于早强 我们从定义上就可以进行区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叫做引气计 那么引气计首先它的定义是什么 引气计出现过很多次啊 引气计是什么 它是指搅拌混凝土过程中能引入大量均匀分布 稳定而封闭的微小气泡的外加剂 它是微小的气泡 对不对 好 那么我来去看效果 效果呢 它就是改善了半合物的合异性 咱们刚才提到半合物的合异性 提到弹弱度 对吧 好 那么显著提高混凝土的抗肾抗动 但我们的混凝土强度是略有降低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个小气泡去冲添了它的孔系 对不对 那么气泡一压是不是能压缩 气泡一压 它不就啪 是不是 所以它的强度肯定是略有降低的 由于它强度的降低 我们后边会跟大家说它不适应于一些点 好 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啊 说不适应于蒸阳混凝土 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那么我们首先来去看 不适应于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那么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首先它满足的就是一个强度 预应力嘛 要给它一个提前的力 对吧 是很通俗的理解 就是预应力就先给它一个力 第一个强度满足 第二个 你随着给它预应力 它这个气泡可能就会被挤 对吧 被压 挤压 那气泡就会被破坏 破坏了以后 它就会影响它的预应力 对吧 所以呢 它就是气泡 它的一个不稳定性 所以它的破坏会影响咱们的预应力 所以它不能用到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再有 它不能用到蒸氧混凝土 什么叫蒸氧混凝土啊 蒸汽养活的混凝土吗 蒸汽养活的混凝土 它是高温的 这个大家注意啊 它是高温的 那么由于高温的存在 咱们这个气泡会凸出来 对不对 你高温的 你高温的存在 这个气泡会冒出来 所以它就会破坏了 这个引气器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它不用于咱们这个蒸氧混凝土 这个要再次注意啊 这个它不适用于 适用于的 我们很简单 但是不是用于的 也是它存在的一个考点 为什么 是它的高温 将你的气泡吸出 还有就是咱们的强度达不到 还有就是呢 咱们气泡的一个破坏性 你压 气泡的压坏 对吧 好 这个点咱们要注意的行了 这就是咱们给出来的引气剂 好 接下来我们再次往第四个看 缓凝剂 那么缓凝剂是什么呀 就是它是延缓混凝土的凝结时间 并对混凝土后期强度发展 没有不利影响的 它是延缓它的运输时间 那延缓它的凝结时间 就给我充足的时间 去做其他工作 所以它的效果是什么 具有延缓减水和降低水滑热的作用 对钢筋呢 也没有修饰作用 所以它主要应用到 来看大体积混凝土 你不是减少水 减低水滑热吗 大体积混凝土 还有炎热气候下施工的混凝土 再有呢 我们需要要注意的 它是长时间停放 或长距离运输的混凝土 你给其他工序 预留出充足的时间 所以提到了长时间 还有长距离 对吧 这个点要注意啊 但是我们后边也看了 它有一个不易 不易用在日最低气温 五摄数的以下施工的混凝土 你也不能太低了 对吧 得温度一个限制 再有后边 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 不易单独用于 有早强要求的混凝土 即征养混凝土 这两个也是提到的点 我们提到的相关的点 缓凝季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不易单独用于早期强度 你是缓缓了它混凝土的凝结时间 对于早期强度是有影响的 虽然对我们后期强度没有影响 你早期要求 我还缓凝啊 肯定是这一点比较好理解 来看啊 它也不适用于征养混凝土 你的高温会加速你的水滑热 它这个是降低的 那这两个不就相悖了吗 所以它也不适用于征养混凝土 从它的高温入手 那么对于我们前边 谁也不适用于征养混凝土啊 谁 引气剂 对吧 那么在这儿又提到缓凝也不是 都是从它的高温入手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们也要注意它的一个综合性 一个联系性 那么我一二年的单选呢 就关于缓凝季 它的一个适用性 给大家提到的一个选择题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第五个 叫做防冻剂 防冻是什么呀 防冻吗 从它的意思就是防冻吗 对 我们来去看它的定义 防冻剂呢 就是指在规定的温度下 能够显著降低混凝土的冰点 使它的叶向不冻结 或者紧部分冻结 以保证水泥的水化作用 而且呢 在一定时间内 获得预期的强度 所以呀 它的一个效果 就是用到负温条件下 对吧 防冻嘛 负温条件下 在用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防冻剂 了解就OK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六个 叫速冻 前面提到了缓冻了 不适用于有早期强度的 不适用于征养的 对吧 适用于大体积的 长距离的 长时间的 那么速冻是什么呀 就是它的一个相对 是迅速凝结营化的 那么它的效果 到底速冻成哪种效果呢 说掺入混凝土后啊 能使我们的混凝土 在五分钟内出凝 十分钟内中凝 一小时内就产生强度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去注意五分钟 十分钟 五分钟出凝 十分钟中凝 它就是我们的速凝 速到哪种效果 好 可以产生强度 后期强度呢 但是我们的后期强度呢 会下降 对吧 那么速凝剂呢 主要用于咱们的矿山啊 铁路啊 盐水寒冻啊 还有咱们的地下工程 哎 这个呢 我们要注意 它需要迅速的去克服一些环境 尤其是隐蔽的地下环境 对吧 哎 这个要注意的点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速凝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七个 就是膨胀剂属于稳定的 对吧 属于稳定剂之一 膨胀剂呢 就是产生一个体积膨胀的外加剂 掺入适当的膨胀剂呢 可以提高它的抗生性 抗烈性 尤其是我们的抗烈性 一定要注意啊 但是对于我们的力学性能呢 不会带来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咱们在这儿提到了一个稳定剂 叫做膨胀剂 对吧 好 那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关于外加剂 它的相关的点 我们外加剂相对于内容比较少 我们来先去做几条题 缓冲一下 好吧 我们来看啊 说可以改善混凝土耐久性的外加剂是什么 外耐久性的是谁 A 欢迎 B 枣墙 C 引气 D 迸送 防 足 引 对吧 好 所以选到的就是咱们的C 啊 引气 G 没有错啊 我们还知道防足名呢 是不是 防 水 组 绣 引气 对吧 组绣 哎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防足引 那么来看 幻凝季和早强季和时间有关性的 所以我们对他的凝结时间进行一卦中 蹦送祭 蹦送祭有两个 一个是谁 一个是谁 蹦送祭 啊 他们提了防足引 叫做防足名他弟 对 蹦送祭 对谁呢 送汽水 流动性 还有谁呀 和我们的凝结时间相关的 对吧 哎 所以他是一个综合性的外加祭 蹦送祭 好 不错啊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第一个 来继续往下看 12年这道单选题呢 就靠到缓凝季 说缓凝季适用于什么 ABCD 长时间的 对吧 所以我们长时间长距离缓凝嘛 所以现在的是4D啊 那么你看复温条件下的我们用的是谁 复温 我们用到的是防冻嘛 对吧 那么后边的早强要求和采用蒸汽养护的这两个我们的缓凝季是不单独去使用的 这两个是不单独使用的 对吧 所以要注意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或不单独使用的 这个要注意的点好一定要看好我们的题目之中选什么就OK 这就是咱们给出来的题目 那么一起来再去看一道安利题啊 那么安利题我们一起来过一下啊 这道安利题的背景资料我们还是很常见的啊 见过好几次了 第一个呢就是给出来了第一房的级别 发生了相关的事故 我们采取了C25W64F100的混凝土 前面给大家讲到了 那么时空过程中去掺入了我们的高效减水剂啊 做了相关的试剑和实验 问题 在混凝土半合料中掺入高效减水剂后 看好啊 谁不变谁变 如果保持混凝土的流动性 即用水量 水泥用量不变 混凝土的半合水量怎么着 水胶比怎样 强度又怎样 好来看 半合水量怎么样 两增两减 半合水量到底是增还是减 没有说半合水量 所以它肯定是减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水胶比来看 水泥不变 水减少了 那么我们的水胶比应该怎么样 我们是水比上胶凝 胶凝不变 水减少了 所以我们的胶水胶比是什么 降低的 对不对 那么强度应该怎么样 水胶比降低了 水相当于减少了 但是胶减才来相当于比重 要增加了 所以我们在这提到的强度 是增加的 明白了吗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两增两减 如何在这进行应用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说在保持答案的时候 你要把这整句话描述更清晰完整一些 在保持流动性和水泥用量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减少用水量 降低水胶比提高 或年度的强度 这个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 关于减水剂 它的效果 在案例题中的分析要点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没问题 那么关于外加剂 它的一些分类和我们的应用 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那我们的重点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对于外加剂的选择和使用这儿呢 我们仍然是再去看一下啊 外加剂的选择品种呢 就根据相当的工程需要啊 和现场的材料条件 还有通过相当的试验决定 对于外加剂的掺量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儿也是要有适宜的掺量 但是不去聚化 它的掺量是多少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就是外加剂的掺加方法 外加剂的量肯定要是少的 而且要保证它的均匀度 你不能说 我这一块外加剂的量比较多 比较大 那么我另外一块它就少了 所以我们要它的均匀度要去保证 一般情况下 要保证均匀度 所以你是不能直接去加入到 混凝土的搅拌机里边啊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可容的 先配置一定浓度的水溶液 随水加入到搅拌机 不容于水的呢 我们应用适量的水泥或沙 均匀啊 混合以后 我们再去加入到搅拌机 也就是说你不能直接加 因为你要保证它的均匀性 所以你要进行混合 因为你的量是比较少的 你要混合到 组成混凝土的各种 水啊 胶金材料啊 水泥啊 这各种材料里边 进行混合 配成液的比例 再放到里边 对不对 你看 容易水的 你就跟水一起组成溶液 不容易水的 那么你就走的是 胶金材料 就是水泥和沙 那么无论是水泥沙还是水 都是我们混凝土 必须要进行配合比的材料之一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 要注意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减水剂呢 它还有三种方法 要了解一下 一起掺的 后掺的和分次掺入的 这些呢 都是相对于咱们这个混凝土啊 说同时掺的 后掺法和一分皮次的 就是分次掺的 这个要注意的要点 就可以了啊 所以咱们的核心点呢 就是说呀 你不能直接加 好 那么对于这一块呢 我们简单 给大家做一下文字性的题目 看看我们能不能选出来啊 说下列关于混凝土外加剂 参加方法叙述正确的是什么 看到这种题目去 哇天呐 这么多字 必须的考大家数字 来我们一起来看啊 对于不容于水的外加剂 直接加入混凝土的搅拌机内 不得直接加入 所以无论是你怎样的外加剂 你都不得直接加入 AB肯定不对 对吧 来继续往下看 C 对于不容于水的呢 我要与其他的组成成分 去掺水泥或沙混合 那么D呢 直接也是错的 看到直接就是错 来所以选E 可容的水呢 就跟水一起配成水溶液 水水加入搅拌机 所以我们选到的是CE 刚才说了 这道题非常简单 但是呢 就需要考察大家 我每一道题都会考察大家一方面啊 这道题就是文字 文字游戏 所以你要认真读完题 这道题就没有问题 明白了吗 好 这个啊 没有问题 是不是 那么到此呢 咱们的外加剂就跟大家讲完了 随着外加剂讲完的结束呢 我们的混凝土啊 从它的质量 还有它的各种极料 胶凝材料 外加剂 相对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认知的 就是其他的两个材料 首先呢 要认知的就是我们的钢材 钢材的分类和应用 好 那么我们就去来看 它的分类和应用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是什么啊 第一个呢 就是钢筋的分类 钢筋的分类 它的分类标准不同 它的分类分出相应的一个钢筋的名称 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去看化学成分 按照化学成分 我们分为的是碳塑钢和合金 那么在这呢 提到的是普通低合金钢 好 我们来 先来去看我们比较重要的 在考试之中给它体现的 叫做碳塑结构钢 那么碳塑结构钢肯定是含碳量啊 所以我们是根据含碳量的不同 又可分为低碳钢 中碳钢和高碳钢 我们的16年 11年就考了 那么171819都没有考 但是这个点 我们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 因为它在这出一个相似的题 是非常容易的 对吧 好 低碳钢 中碳钢和高碳钢 它的核心点是什么呀 0.25 0.60和1.40 那么我们的低碳钢 比如说一级钢 它就属于低碳钢 对吧 那么高碳钢呢 就是碳塑的钢丝和钢角线 那就是含碳量才能比较高的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那么我们的核心点 除了这个简单的举例子以外 我们就是在这个分值这儿 就这个分值考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学员一定要去注意啊 尤其是这个中碳钢 那么这个中碳钢呢 我是今天在上课之前给大家想的啊 我一看 256 256 我就想到 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跳过皮筋啊 就是那个马 马兰开花21 还记得吗 256 257 2829 31 还记得吗 256 257 2829 31 对不对 马兰开花21 256 257 28 29 31 就是那个跳皮筋的啊 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人玩过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点呢 想到咱们跳皮筋 呃 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点了 256 257吗 所以他就是百分之2.5到百分之0.60啊 百分之0.5到百分之0.60啊 256 好 这就是咱们给的点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啊 好 玩过呀 玩过的更好记了 哎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因为后边我们会有相同的题目给大家 好吧 那么你看他下边的就是我们的低 他上边的那么1.40就是高 就OK了 但是我们重点要把中解决了就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普通合金钢 普通合金钢它的含量是什么 普通合金钢呢 什么叫低合金钢啊 就是因为它的合金的含量呢 是小于5%的 哎 这个要注意啊 那么我们的234 及它的钢筋呢 都是普通低合金钢 那么一级钢 它属于的是碳塑钢 对吧 哎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好 那么其他的分类标准呢 我们再次去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看按照生产加工工艺分的 分为了上边这几个热闸钢筋呢 就是通过热闸 在野链厂里边通过热闸处理得到的钢筋 那么也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咱们提到的热闸钢筋 对不对 按照强度呢 我们就分为了1234级 随着级别的增大 我们的强度肯定是增高 但是素性是降低的 那么其中增大呀 所以我们的34属于高强钢筋 这个了解一下就OK啊 那么来看热处理 就是经过特定的一个钢号 进行催火呀 回火处理的 就再次进行处理 对不对 特定的和再次进行处理 形成的叫做热处理钢筋 就是再次进行加工 脆火和回火 那么我们的强度有提高 素性是降低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看另外一只处理 叫做冷拉 那么冷拉就是冷加工嘛 冷拉钢筋 它的一个点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是 屈服强度高于相应的热闸钢筋 但是呢 素性降低 我们来看啊 无论是热处理 还是我们的冷拉 相较于我们的热闸 它都是强度有所增高 但是呢 我们的素性都是降低的 哎 这个要注意 那么最后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钢丝 钢丝和钢丝呢 就是直径不大于5毫米的啊 那么我们的钢角线 钢角线就是咱们常见的啊 就是把它进成很多进行盘的 盘到一起搅合到一起的 这就是咱们的钢角线 好 那么对于我们 关于生产加光公寓这一些呢 我们作为一些基础 我们辅助于后边的一个学习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外形 外形就是光面的和变形的 光面的是什么样子的呀 就是咱们提到的光源的 光源 对不对 光源几根啊 其实咱们说的这个几根 在钢丁 在我们施工工地上说的什么呀 比如说六根的 八根的 那是说它的直径嘛 直径什么呀 所以那光源是一般的 不小于六毫米 对不对 所以咱们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啊 说几根几根 不是说底根钢筋 说的是它的直径 不小于是多少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的光源 那么变形钢筋呢 就是咱们有螺纹的 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呀 直径不小于十的 那么有螺纹的 这就是咱们常见的螺纹的 还有人字纹的 它形成了一个人字 对吧 形成了一个人字 这不是一皮尔一纳 那个人字 还有呢 咱们这个月牙的 就是咱们的月牙的 其实咱们最最常见的是什么呀 就是这种月牙的钢筋 对吧 月牙纹的钢筋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所以月牙纹的钢筋 是最常用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外形 这两块呢 仍然是作为一个常识性 你在工地上走的时候 你得知道 这是公园的 这是月牙纹的 这是螺纹的 这是人字纹的 对吧 能叫出名字来 我们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的核心要点来了 仍然是一个基础的力学性能 那么力学性能呢 我们在这说 有物理曲抚点的钢筋呢 是谁呢 是我们的热炸钢筋和冷拉热炸钢筋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啊 冷拉提到了曲抚强度 所以它是有物理曲抚点的 来看看 无物理曲抚点的是谁 无物理曲抚点的是谁啊 说的是钢筋和热 钢筋和热处理 那么这两个点呢 将作为钢筋性能的一个区分点 比如说提到的钢脚线 它是无物理曲抚强度的 比如说铁道的热炸钢筋 它是有物理曲抚强度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 一定要再次注意 我再次注意 那么你钢筋直径比较小 强度不够 对不对 它没有曲抚这一说 直接达到了破坏 对吧 还有呢 咱们热处理 它是进行摧火和回火的 再次请 再次 所以也没有涉及到曲抚 那么对于热炸肯定是有的 再来就是冷拉热炸 它也是存在曲抚强度的 所以在这块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注意 它的一个区分点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分类 那么一起来去看一下 这道题 这道题呢 说含碳量为0.5%的 钢筋属于什么 含碳量 0.5%的属于什么 钢炸钢 256257282931 对不对 256 0.25% 0.60% 好 那么0.25在它之间 所以术语的是 蒸 碳钢 对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排除的是D 然后AC 那么选的就是B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钢筋的主要力学性能 那么钢筋的主要力学性能呢 首先你要去认知的就是第一个叫做应力应变曲线 其实对于这个曲线呢 无论是在咱们大学里边还是高中 我们都是学过像的点的 或者说你是增向的 其他食物科目上也是有的 但是在水里边 我需要你注意的点又有哪些呢 你先来看啊 首先应力应变是什么呀 应力是什么 就是单位的内力 内力是什么呀 我抵抗外部变形的一个力 对吧 那么应变呢 就是对应的内力的一个变形 这就是应力应变 你要从定义上来走 你非让我这么着 我就不这么着 就是我抵抗你 就是这个是单位 只不过它是单位的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点 那么这两个图呢 是一个是 A图是有物理区负点的 那么B图呢 是无物理区负点的 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区分 那么我们的核心点 就是以A图 有物理区负点的钢筋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它需要经过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个呢 就是比例极限 什么叫比例呀 就是我乘比例 对不对 弹性阶段 是不是 我乘比例 就是咱们的一个弹簧 就是我弹簧啊 我拿弹簧 我如果使的力太少的话 我弹簧 我一松开力 是不是呢 弹簧就 弹簧就 然后也就 也就回去了吧 是不是 所以呀 我们这个比例是什么呀 它不偏离 它成正比 往上增的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弹性决定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弹性决定 好 那么继续往上看 比如说 我给它施加了 十牛的力啊 它不变 那我有时候啊 它就到达一定截点了 我给它施加十一 它就变得挺厉害 我施加十一点一 又变得挺厉害 对不对 虽然我的力啊 施加的 它的变化幅度比较小 但是它的变形啊 还变得挺厉害 所以在这一块啊 其实它应该是曲流线的 它有一个变化 就是你到达了一定的点 只要我再次去点你 然后你就刷 进步了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 去幅阶段 也就是去幅强度 那么这个最高的一个应力 好 那么去幅强度过了以后 我就进入到速性变形了 就是你给我个力啊 我不再成什么比例了 你给我 你比如说你是11.1 我就11 我就开始变了 那么你再给我12 我就变得更大了 13我就变得更大了 哎 我就说我在弹尾回不去了 我只能回去一点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速性变形 对吧 速性变形 速性变形 我的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得 我到一定阶段 我的钢筋 咔 舍掉了 那舍掉了什么呀 极限吗 极限阶段 后边就是退性了 破坏了 大刀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一定要注意 实在不行 赶紧拿个皮筋 我还这儿有个皮筋啊 看我的皮筋 就刚开始一撑 哎呀 回去了 是不是 哎呀 真的还有点疼 回去了 那么就成比例的 往上整整形了 那我撑着撑着撑着 我本来撑到这儿了 我最后 哎呀 我就最后啊 他他回 我撑的力太大了 回不去了 本来我是这样好看的 他现在只能回到这种程度了 哎 就是我们回不去的点 时间撑撑撑 啪 断了 哎 就到了极限了 对吧 哎 这个钢筋啊 跟我这皮筋啊 还挺像啊 实在想不到的 想想我给你们弄的皮筋 对吧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关于这一块 那大概知道了这一块了 你看有些人说 老师 我可 我可 我可犯困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 为什么呀 听不懂 因为你没进去呀 你没进到我的水的世界呀 实在不行 你去 拿个皮筋 蹦蹦自己 这个就可以了啊 这个咱们要注意啊 这就是我们提到性速性和脆性 如何进行的点 好 那么除了我给大家知道的原理 外上大家核心的点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实图 啊 比如说给出A B C 你要翻 你要判断出来 先进行的是比例极限 再进行的是曲伏 曲伏 再进行的是咱们的极限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A图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B图是没有物理屈服强度 那么怎么办呀 那我们的B图呢 就给了相应的一个比例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没有物理屈服强度呢 我们以极限强度来区分 对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就OK 好 这就是关于咱们这个 硬力硬度变取向 再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到的 一个点 就叫做变形指标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一个强度的指标 有物理屈服强度呢 我们就以屈服强度 是钢筋的设计指标 那么你还记得 Q400 这个Q代表的是什么 好 Q400 Q代表什么呀 大家都说 哎呀 这个钢筋是Q400 这个不就是区区吗 屈服强度 对吧 所以你的强度指标 设计的时候 你看的这个Q 就是它的屈服强度 这个要点一定要注意 那么抗震 抗震 它的结构要求呢 要求咱们这个 区强比呢 不大于0.8 区强比是什么呀 屈服强度 比上咱们的 抗拉极限强度 对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 你得给它 有一定的变形能力 对吧 所以是不大于 0.8的抗震要求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好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来去往下看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对于热炸和冷拉的时候啊 有屈服强度 对于热处理和钢丝啊 它没有屈服强度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以的是极限强度 作为它的主要指标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一定要去区分和前面的分类 好 来看第二个 变形 变形指标 变形是什么呀 我到底变了多少呀 它的变形指标的 也就是反映钢筋 素性性能的基本指标 素性不就是可 把它弄成什么样的 素性就是可素性 我塑造成 对不对呀 所以它就是变形啊 啊 你的素性指标 就是我们的伸长率和冷弯性能 因为你拿到一个钢筋 首先我要把它伸啊 拉伸 钢筋主要是收拉的嘛 对不对 钢筋主要是收拉的嘛 是不是 那我就把它拉伸 好 那这个就对应的伸长率 要么我就在弯折 这就是冷弯性能 对吧 啊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是反映它的素性 也就是变形指标 那么对于伸长率 这我们要大家 能跟大家说了一下啊 如果伸长率比较大的时候啊 就是它的严性破坏 如果是比较小的时候啊 就是脆性破坏 你说你是伸长率啊 你可以 就像我这个皮筋啊 说拉伸拉伸 哎 它的比较大 就说明它是 它破坏之前呢 都有一个玉破坏 所以叫严性破坏 比较小 你说我这么轻轻的一拉 卡断了 那这个不就是比较小吗 叫做脆性破坏 对吧 所以在这个 简单的一个小分类上 我们要注意啊 对于冷弯呢 其实我们是间接 去反映它的一个素性的 对吧 这个要再次注意一点 就OK 那么在13年 19年多段题呢 就针对于 它的一些指标 进行了一个分类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OK了啊 这就是咱们关于 强度和变形指标的要点 那么讲了这么多 我们要去看一点 就是综合的点啊 说 去幅和极限 有物理区幅强度 进行治疗检验的 四项主要指标 而对于无物理区幅强度呢 我只测定 后边三项就可以了 我们15年多线题 就考了这个 哪个是4 哪个是3 对应的两个分类 一定要注意 热炸 冷拉 热处理 钢丝 对吧 哎 这个呢 就是咱们15年的多线题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 15年多线题 到底考的是什么 水利工程师工中 钢脚线主要指标 包括什么 选什么 钢脚线 刚才我提到了 钢丝属于什么 无理区幅强度的呀 你钢脚线 是不是钢丝啊 多个鸟合在一起的嘛 还选2呢 嘿 选2的 什么寒碳量肯定不是的 所以我们选的是 C D E 3 而非 4 啊 如果在这儿提到的是 热炸 或者是热处理 或者是冷拉 热炸和冷拉 对应的是几啊 4 热处理和钢丝 非得让我把这 字写一些 你们才知道 是不是啊 对应的是3 好 接下来来看 E3的这道题 说反应钢筋 素性性能的 基本指标包括什么 素性性能 素性 素性的 选谁 深长和冷弯 选的是第一 对不对 没有错的吧 素性的啊 谁选2下4 5那是啥意思 来看一下试图题 说下列所示的钢筋 硬力硬变曲线中 X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什么 极限嘛 对吧 所以选到的是 C选项 极限啊 实图题 一大流行题啊 那么在A下边 对应上的比例 C在这边 对应的曲伏啊 曲伏 然后X这边 都是极限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A B C 它都代表的是什么 就OK了 好吧 这个实图题 给你出题 B哪分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 提到的钢筋的相关的点 从钢筋的分类 到钢筋的一些性能的把控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结构啊 用钢材 结构用的钢材 那么19年的选择题 就在这儿出了相关的题目 也就说呀 在我们建造师这个考试啊 他并没有说 这一块绝对不会出题 所以在技术阶段 给大家讲的详细 课时比较长 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这个 不要说上来 老师你告诉我 这考不考啊 不考我就不学了 不是的 技术阶段你必须要 稳稳的给我走扎实了 可别 好 我们来去看啊 那么首先我们的结构 用钢材呢 主要跟大家介绍了这些 有热闸 有冷拉 还有咱们的冷拉热闸 还有冷闸 还有冷力 我们这三个 其实都是属于冷加工的 对不对 那么只不过呢 一个是拉 一个是 一个是闸 还有一个是钮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呢 就是运用力钢筋 和咱们运用力用的钢丝和钢脚线 钢丝和钢脚线 再有最后一个就是钢 高强度的钢筋 其实对于这一块的内容呢 作为一个常识 挺好啊 我们是作为一个常识 给大家进行一个引入 并不是说 这一块内容都是需要去掌握吗 你是需要去掌握核心的要点 作为一个常识 补充题目就OK了 前面已经说到了 是经过咱们的冶金 冶金厂直接去热处理 进行的热炸钢筋 对吧 好 不是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就是咱们的热炸 它提到的什么 光源广泛用于普通钢筋 光源 是不是 HRB335 HRB400 是带类的钢筋 广泛用于大中的 受力钢筋 HRB500呢 带类呢 所以它是高强度的 作用运用力钢筋 所以对于这一块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光源钢筋 它的强度相对比较低一些 对不对 HRB300 它这个HRB HRB335 400 越来越高 所以HRB500 它就可以用到运用力钢筋 所以对于这一块呢 我们就知道 它一次增大就可以了 这个也要注意 那么HRB 代表的是带类的 那么这一块呢 没提到HPB 代表的是光源的 它的一个简称 也要注意 那么来看 它的一个备注呢 就是这个热炸的呀 我们分为的是光源和带类的 对不对 H就是HOT 然后就是热的意思 对不对 热炸钢筋 这个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好 那么来去看冷加工的一些 首先我们看冷呢 适用于非运用力的钢筋 这个要注意 那么冷拉的234呢 可用于运用力的钢筋和运用力筋 运用力结构和运用力筋 所以仍然是1到4 钢一次增大 强度一次增大 那么1呢 用到的是非运用力 234呢可以用到的是预应力 这个呢 也是咱们前面比较好理解的 来去看啊 说冷拉钢筋呢 不宜用于负温 负温度或者是受冲击 或重负荷载作用的一些结构 冷拉已经对我们的炸钢筋 再次进行处理了 所以它不用于我们的负温呢 或者是平凡的去冲击的一个效果 对吧 因为它的翠性 速性是降低的 对吧 速性是降低的 所以它不适用于这些点 这个要注意 那么对于我们的冷闸呢 就是中小型的预应力 结构或普通混凝土的一些 也可以用作焊接网头 那么这些简单 我们就了解一下 对于热闸这儿 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它的一个代号 叫CRB CRB 跟谁很像 HRB CRB 为什么这儿是C呀 因为是冷啊 对不对 因为是冷啊 所以它属于的什么呀 Code 是这么着写的吧 啥呢 Code 对不对 所以它是CRB R不是带类吗 B不是钢筋吗 对吧 CRB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往下看 那么冷闸扭钢筋呢 它主要是提到的这个扭钢筋 对不对 扭钢筋 拉压完整扭嘛 我们承受这个扭矩的话 我们有这个扭钢筋的存在 对吧 那么可用于钢筋混凝土的构件 我们来去看这个 那么扭钢筋 它的一个点的点是什么呀 叫CTB CTB 那么C呀 肯定是扣的呀 这个T嘛 是TUN TURN TUN TURN 它的一个准 CRB CRB 是我们的冷闸 扭呢 是CTB 一个常识啊 HPB HRB CRB CTB 都表示什么 一定要去注意 那么再有呢 它的截面呢 一类 一型的呢 是矩形 二型的呢 是零形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么对于我们下面这两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预应力 钢筋和我们的钢脚线呢 也可以用到预应力钢筋这 对吧 还有我们对于高强度钢筋呢 肯定土啊 或者是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里边 就是这个强度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到预应力这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些其他的点 就是一个叫余热处理钢筋 我们用的是RRB RRB 余热处理钢筋 那么牌号后边如果带有这个E字的呢 的热炸钢筋呢 我们用到的是HRB 这后边给写上个E 用到的抗韧效果比较好 对吧 所以在这呢 这两个点呢 也是一个程式性的问题 我们要进行一个支持性的储备 就OK了 所以对于这一块我们结构用钢材仍然是常识性的一个点 首先你要突破的第一个点就是我听了这一块内容 我要知道这个字母代表的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点 对不对 第二个点我还要知道的强度越高 我也可以用到预应力 这是第二个点 对吧 那么第三个点你要去了解的 有些不同的什么RRB 还要带个E字的 它都是叫什么名字 这就是咱们说的第四个点 所以对于这么一大块的内容 你掌握这四点就OK了 不需要说我一字不差的再把教材上给我过一遍吧 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这些是常识性的考点 明白了吗 完全记不住 完全记不住 那我就做到题 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记住 好啊 那你看一所字题啊 19年题就出了 19年难道了大一片人 但是这道题很好选 来看啊 HBB代表的带类钢筋吗 HPB代表的是带类钢筋吗 舞动怎么回事啊 咋学不好啊 HPB P是什么呀光源 R才是带类的 所以A是错的 来看B HRB335中的数字代表的是什么强度 B是什么 B是什么 屈服强度吗 Q啊 Q335嘛 所以极限是错的 选正确的 AB都不能选呢 再往上去看啊 C HRB500 可以用到预应力钢筋 对吧 500呢 D 一形的冷闸钮钢筋的截面 是矩形 一矩二零 对不对 一矩二零 一矩两得嘛 一矩两得 所以一就对应的是咱们的矩形 是不是啊 RB对应的冷闸带类 CRB CRB 是什么呀 R是带类 B是钢筋 所以对 C第一 刚才谁说来的 我记不住啊 老师 我都不知道 刚才提到了 那个字母含义 我们是掌握的 在我呢 在这个纽这儿啊 有一个截面的形式 刚才说了 一矩两得嘛 一矩就是一形 对应的是矩形 你不想一矩两得 我也可想一矩两得了啊 所以一矩就对应的是矩形 一矩两得 二就对应的零 这个要注意就OK 好吧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一个综合性的考试啊 那么徐瓦就说 老师 我觉得这个材料上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 我在前面就跟他说了 材料需要记的东西多 所以你要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才可以把它串起来 是不是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讲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再继往下看 看土工合成材料 也就是最后一个材料的要点 土工合成材料 什么叫土工合成材料啊 其实它大部分用到的 是沿土啊 土木工程 对吧 这种新型的材料 那么对于土工合成材料 其实我们的内容啊 是相对于是比较少的啊 比较少的话 我们让大家找的点 也比较突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 那么我们的土工合成材料 它到底的分类 分为的哪四类呢 叫做土工之物 土工模 土工复合 土工特种 土工特种 四类 所以对于这四个名称 你是要知道的 第一个点 对吧 那么我说土工合成材料 你要知道 土工之物 土工模 土工特种 土工复合 这四个 那么具体它这四种材料里边 需要大家找的要点 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去往下看啊 好 好 我们一起来看 往下看啊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呢 就是前三个啊 那么这前三个呢 让大家看一二仿一起 三四仿一起 我们先去看一二 一二呢 就是土工之物 什么叫之物啊 其实就是咱们常见的土工布 土工布啊 土工布 土工布 那么有仿的就是制造型 无仿的随便 就是没有一个整体性的 叫做一个非制造型 哎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我们对于布的话 它的重要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反绿 土工布叫做反绿 土工布叫做反绿啊 什么呢 反绿 为什么呀 反绿还记得吗 它是绿土排使 它把土流走 它把土给流下 把水给排走 这叫做反绿 对不对 哎 再次强调啊 它是绿 土排 水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土工布 那说老师 这个土工布啊 我还真没见过 你说啊 用到什么地方 它进行反绿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还没见过 来 看你的衣服啊 实在不行 然后我们就 实在不行 我们就看衣服啊 你说你这个衣服啊 对吧 你说普通的衣服 能挡住水吗 人家下雨了 不穿雨衣的话 人家普通的 就我这个衣服 能挡住水吗 一般情况下 是挡不住的 对吧 是吧 那挡不住水呀 但是你说那个灰尘 肯定是一般情况下 是说我穿着衣服 它进不住 不到我这胳膊上吧 对不对 所以呀 它就是反绿 明白了吗 实在想不到 我给大家说到 用到各种地方 进行反绿的 反绿要求的 用到反绿这儿 那想不到的 你就想我 行吧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土工部 咱们先往下看啊 土工膜 土工膜前面想到了啊 土工膜前面 我们提到 土石坝 它的一个 非土料的 防肾体分去坝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土工膜 对不对 所以防肾呢 它就可以分为 加筋和不加筋的 所以它的作用啊 可以用到加筋 再有它的核心要点 就是防肾 还记得吧 土工膜 前面提到了 墙的点 还记得防肾的 实在你还是想不到啊 老师 我还是想不到 这个土工膜怎么防肾呢 你看这水 渗不进去呗 就是这意思吧 防肾 是不能渗去的 实在想不到的 OK 保鲜膜见过吗 见过吧 对不对 你说你的保鲜膜 空气都进不去 水能进去吗 进不去吧 所以它是防肾的 实在想不到 我讲的土石霸的 非土料的防肾体分去吧 那你就想 你的保鲜膜就OK了 好吧 这就是油布 对 这个就是我们给到的 土工膜 好 那么对于前两个 需要大家注意的 我们要从用途上 进行区分 再讲到 前两个 土工之物和土工膜 遇到分清 哪个是反绿 哪个是防肾 好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去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 另外的土工复合 找到的土工特种 你要从它的分类入手 我们要从它的分类入手 我们来去看土工复合 土工复合呢 它是包括三种 一个叫 符合土工膜 那么当然是符合了 符合土工膜 对吧 上前两个 一个叫塑料排水袋 一个叫软式排水管 或者叫渗水软管 这些呢 都是叫土工复合材料 12年 08年 它的多选题 就让你在一个分类里入手 你看 符合土工膜 我们用到这个水利工程 广泛 用的比较广泛啊 我记得我们师姐 在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师姐 她就研究了一个 关于符合土工膜 应用到水利工程上的一个点 作为一个研究生的 毕业论文来走的 所以在这个符合土工膜上 在水利工程 应用的相当于比较广泛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塑料排水管 肯定 第一个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软机夹固中 得到管用 因为我们的软机 含水量比较大 所以要通过它的排水管 或者是排水带 进行一个排水 是吧 以及我们后边的软式排水管呢 用到各种排水工程 什么保护排水 还有反律等 我们了解一下就OK了 那我们重点 要注意它的名字 那你看塑料排水管 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我们用到软机里边 还有那个软式排水带 它就是长这样的 我们是有 我们在水利工程 进行施工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建的 一些地基的处理 我们已经见过的 那么所以啊 对于我们这一块 对于名字上的一个把控 一定要 名称上的把控 一定要注意 好吧 好 这就是咱们今天 要说到的这个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往下看 还有一个土工特种啊 土工特种 首先 我仍然是让大家尝我 名称 要注意 特种是什么呀 专页特别特种 肯定是哪种特性 比较突出的 对吧 看 土工隔山 这就是咱们的土工隔山 强度高 延展性绿地 是加进的好材料 我们一般用到加进 对吧 还有什么呀 土工网 哎 这就是咱们 提到的土工网 用到的泼面的防护 植草 软机的一个加固电层 还有咱们的制造 符合排水材料 这是咱们的土工网 再有呢 就是磨袋 磨袋 这个磨袋呢 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用到护铺 再有就是咱们 还有一个格式 这种格式 也是软机的一个地基 增加它的一个承载力 对吧 也可以用到货盘的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土工网 土工包 就是用到护岸呢 还有我们的抢险呢 还有对注地防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电层 那么这个电层 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啊 这个电层呢 其实它是一个防渗 和密封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存在了一个粘性电层 首先它的粘性 它的渗透性 是比较渗透性 透水性 是比较差的 保水性比较强的 所以它起到了一个密封的效果 所以在这儿 这个电层这儿 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OK了 那么这些作用 我们仍然是作为了解 核心的点 我们要掌握的 就是它的名称 一定要和你的土工 符合进行区分 就OK了 这就是你掌握 土工合成材料 这四大类型 哪些需要掌握作用 哪些需要区分 名称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一些关于它的分类 那么它的作用呢 简单给大家 又总结了 咱们教材上的几个点 说上述 土工合成材料 在土建工程中应用时 不同的部位 应使用不同的材料 对吧 好 那么有六类 反律 反律是谁 重要的 主要的作用是反律的 是谁 主要的作用的 反律的是谁 谁 是咱们的 布 土工之物 土工布 对吧 那么排水 就是咱们提到的 排水 带 排水管 是不是 隔离 这个隔离 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土工合成材料的 这个电层 哎 有些人对这个隔离 说这个隔离什么呀 密封式呢 不就是它的隔离了吗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的防肾 重要突出的是谁 土工膜 还有咱们的防护 就是咱们提到的土工袋啊 土工膜袋啊 对吧 用到护坡上 还有这个夹金 那这个夹金呢 我们我们提到的点呢 就是首先关于土工膜上边 我们有夹金和不夹金之说 对不对 还有土工啊 土工格式 在这一块 一定要注意这个夹金这个点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好 那么学校说老师 那么对于这块 我是否要进行 每一个都进行归类呢 不是的 首先你要知道 它总共有这六大主要功能 就可以了 那么仍然是它的核心要点 去对应上边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对应上边 土工特种 和我们上面所得的土工 符合掌握它的名称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的防肾和反律 对应的土工 防肾是谁 膜 反律 织物 就OK了 千万要注意 是这样子掌握的 明白它掌握的要点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所有的关于土工织物的点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做道题 做两道题 来看一下 一二点这道题 说下量材料中 属于土工复合材料的有 土工复合材料 就包括三 第一个从字面意思上知道 第二个就和水有关系的 符合加水 符合水 选什么 符合水 选什么 土工部 属于土工之物 水 排水管 排水袋 BC 土工磨袋 土工格式 属于的是什么 属于的是特种 刚才都给大家强调了 需要掌握什么 选到的是BC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道题 考作用的时候怎么考大家 说土工磨在水力工程中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主要功能是什么 磨 主要功能是什么 好 我们给到的是谁呢 就是防肾 对不对 反律是谁 不 对吧 排水 排水管 防护 就是咱们的磨袋 这个要点 所以选到的是私立选项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给大家顺利的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小节 这节课讲的内容相当比较多 仍然是分为了三个层次给大家设计 来看第一个层次 也就是优先级别为一的 我们主要掌握的第一个水泥 水泥 你要掌握水泥属于是水硬性交易材料 对吧 然后关于水泥的 水泥的相应的灌浆技术 还有它的分类 什么快硬性的 还有双快 到底是什么 这个注意的点 来看第二个就是外甲级的一个分类 外甲级的分类 哪些是流动的 哪些和时间相关 哪些是耐久性 对吧 那么第三个就是钢筋的力学性能 我们要注意 硬力硬变曲线 再有的就是我们相关的指标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 这就是我们应先级别为一的 你就是你这几个必须得掌握的 应先级别为二的呢 你一定要去理解掌握 第一个就是掌和料 掌和料 我们在这指的是活性的 所以我们提到了三个 粉煤灰 矿渣和硅灰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碱水 引气剂与缓凝器的一个作用效果 碱水剂 两增两减 到底是什么 引气剂不能用作什么 缓凝器不适用于用在哪里 这个要点 那么第三个就是钢筋的分类 256 257 2829 31 256 0.25% 0.60% 第四个呢 就是土光合成材料 土光合成材料 掌握它的前两个 布与膜是作用 符合与特种 是分类名称 对吧 那么 幼然级别为三的呢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石灰 它是可塑性比较好的 水玻璃 粘接力比较好 那么石油粒轻 我们也要简单知道一下 就OK 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个第二个 就是外加剂的 选用的时候 我们要选的时候 不能直接放到混凝土的搅拌机里 对吧 这些呢 就组成了咱们整节课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我们到此 整节课的内容也就讲完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